后天是元旦三朝 三品以上的命妇 案例是不是要入宫朝贺 是 命妇们会先到仁寿殿拜见太后 再到寒光殿来拜见公主女 最后再去金华殿 在那向所有有品级的嫔妃 三贵九寇 那么案例 一般都回赠他们什么礼呢 按照惯例 一般都是衣裳 笔宴或者拆还首饰 那事局那边都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 那要是今年 我只想给命妇们回赐拆还首饰呢 公主您是要 私宝私的人那么能干 连田卫的古物都挖得出来 那么今年过年 索性就让他们更忙一些 进来吧 阿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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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有没有人来思宝寺找你麻烦 那那事局那边有没有什么情况 没有啊 出什么事了吗 那就好 阿斩 这几天你一定要注意 多加小心 如果哪个宫的娘娘找你麻烦的话 一定要第一时间叫当娘来找我 你是说韩宫殿那边 我把话说开了吗 今天几天大殿上奉冠那件事 是你做的吧 是又如何 他要不咬我就给他了 难不成这样还有错吗 得罪了萧贵妃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我又不是故意要得罪他的 是他没有缘由的总想把我折腾死 昭阳殿是这样 十二不咬也是这样 难道他每次欺负我 我都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啊 那麻烦你在做所有事之前 都先跟我商量一下可不可以啊 你只是个侍卫 他是后宫之主 你不用怕 太后娘娘说了 要是有什么事 他一定会替我撑腰的 太后 你怎么跟他扯上关系了 你放手啊 我跟他非亲非故的能有什么关系啊 只是他老人家心肠好 他说了 要是萧贵妃再敢来欺负我 他一定会帮我做主的 你怎么那么傻啊 罗太后她根本就是一个恶人 你忘了她是怎么对付周太妃的了 那又怎么样 在这宫里 谁敢说自己的手是完全干净的 你怎么那么糊涂呢 那会 萧贵妃她只是有点小心眼 她不是什么恶人 而太后就不一样了 她装枪做事杀人如麻 你跟她在一起 是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高展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什么叫做没有好下场啊 你明明知道王上仪是萧贵妃那边的人 她前前后后整工我多少次 当然 太后也不是什么活菩萨 但至少 她不会像萧贵妃那样 不分青红造白地要我的命 你是不知道娄氏 她是怎样的心狠手了 不管怎么样 你以后给我离她远一点 给你 你是我什么人呢 你凭什么这样跟我讲话 她们两个怎么吵成这样 不行 我得去看看 别去 回来 人家小两口吵架 你跟这儿掺和什么呀 可是他们这声音也太吓人了吧 这你就不懂了吧 两个人越吵呢 就证明感情越好 你要是相亲如宾什么那些都是狗屁 都是一些屁话 你想想 假如一个人 连跟你吵架的兴趣都没了 那肯定就是不喜欢你 对不对 不懂 哎呀 你怎么这么笨呢 你啊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比如你喜欢吃一口酥 对不对 嗯 你最喜欢她的表达方式 就是拿起来 然后越嚼越香 越嚼越香 就证明你喜欢吃它 可你要是把它供起来 就证明你根本不爱吃它 对不对 我明白了 所以以后 我越是欺负你 就代表我对你越好 不是 是不是 不是 不是 高展 你有脾气 用不着在我这儿发 你放心 不管是太后那边 还是乔贵妃那边 我都会敬而远之 省得再惹您 这个高大人生气 现在 你可以走了 我说这么多 都是为了你好 如果你嫌我多嘴的话 我不说就是了 今天也不早了 我先走了 走了 你就别回来了 好 快过去吧 是 可以了可以了 来大人这个可以吗 送过去吧 是 大家动作快点啊 快点 陆大人 南木珠终于找到了 维米可佛总算找到了 怎么回事啊 昨天准备好的东西 怎么今天没了呢 天知道啊 今天主子怎么都喜欢拿珠宝当节礼 咱们按常理准备的根本就不够 对不 还是今早给金华店送节礼的时候给拿岔了 回来的时候走得急 正没放回原来的地方 原来你查过了 确实一百珠南木珠没错吗 对 好 快送过去吧 好 小心点啊 快去快回 这是最后一个功了吧 是啊 可算是最后一个功了 陆大人 陆大人 皇上口谕 要给今天进宫的几位郡主 加赐节礼 让你赶快准备十枚玉镯 送到佣名殿去 甄旨 我现在还要到其他次传旨 陆大人 你紧着点 嗯 快去库里领十枚玉镯出来 快去 皇上指明要我去跑一趟 你先在这看着吧 是 来 小心点 好 下官参见大人 免礼吧 你来干嘛 下官是专程来送节礼的 皇上不在 怎么 皇上不在这里啊 皇上临时去了寒光殿 说要在那儿和贵妃 一起召见郡主们 你就直接送到那边去吧 谢谢大人 姑姑姑 陆贞奉皇上旨意 送来赐给郡主们的节礼 请姑姑代为通传 你直接给我好了 只能继续 然后 itte 去 京 送来的节礼 本宫今天心情好 传旨下去 赏美魏郡主 十香蜜酒一盏 是 那接下来的事 就交给你了 下官参见上师大人 陆珍 你可看好了 这里面放的 可是你为郡主们 准备的节礼 是啊 有什么问题吗 跪下 你犯下弥天大罪 却不自知 身为四宝四女官 竟敢忘顾公规 于元旦三朝 霍乱节令 罪不可赦 下官愚钝 不知所犯何罪啊 这公规第二篇 第三十七条 你可记得 天时金玉 各有所感 魏正节令 顾美灵冬至 皆改金银 魏至下至 禁用 于世 你还记得公规啊 现在还是龙东 你竟敢故意把赐给郡主们的节礼 换成了玉拙 意图陷害贵妃娘娘 你的居心 简直险恶之极 我没有 明明是皇上派人来告诉我们 让我们四宝四准备玉拙当节礼的 还在狡辩 皇上从来不见女眷 又怎么可能下旨 要你准备玉拙 贵妃娘娘传旨的时候 明明说的就是金拙 陆大人 刚才我明明说得很清楚 娘娘要的是金拙 你怎么就能听差了呢 你胡说 你刚才明明说的是玉拙 我们四宝四的人都可以作证 陆大人 你犯了大罪 干嘛就不肯认罪的 娘娘向来恩赐 又不会要你性命 四宝四上下都是你的人 当然会帮着你说话 好在我手上还有一份证据 这是传旨时 娘娘就写好的凤诏 上面写着各司要补加的节礼书 你当时不是还看过了吗 我根本就没有看过 这是假的 住口 陆珍 你竟敢口出狂言 污蔑凤诏有假 原来你们早就设好了陷阱陷害我 你还是那么聪明 只可惜 四宝四长针陆珍 奸华险恶 欲以欲弃扰乱天时 其心可诛 因苍天有好生之德 故本宫特免其死罪 仅令其常跪于河驴门外 十二时辰 以敬效尤 陆珍 你放心吧 皇上和太后 今天都忙着要接见外臣 就连你那位楼上是姐姐 也在宫外 你就安心留在这里 欣赏欣赏雪景 快看 这不是那个陆大人吗 他好大的胆子 敢和娘那抢皇上 现在遭罪了吧 这大雪天 只怕跪上三四个时辰 就冻死了吧 真是啊 多愣的天啊 哎 跪那么长的时间 他可怎么办呢 就是啊 他冷了呀 走走啊 大娘 大娘 不好了 陆大人被罚在雪地里跪着呢 哎呀 哎呀 啊 啊 起来 快起来 快起来呀 装什么死呀你 快起来 听见没有 起来 快点 有没有人在啊 我是亲戚殿的丹娘 有没有人在啊 我找钟书 找钟书 他出宫办事去了 那原路呢 他跟着城管王殿下 去昭阳殿接见朝贺的使臣了 欢迎各位来大齐做客 招待不周 拿起杯 来来来 朕先干为敬 这位 就是我们大齐的常管王 二位 远道而来 照顾不周 请 请 请 二位 好酒量啊 让我进去 你怎么就这样呢 让我进去 让我进去 我要见皇上 皇上得休息 我要见皇上 不行 爹 杨姑姑 高串 对不起 杨姑姑 高串 别装死 快起来 快起来呀你 快起来 起来呀 别装了啊 快起来 快点 快起来 快起来呀你 快点啊 过年了 吃饭了 算了 今儿过年就便宜你了 这事 陆珍 陆珍 没想到 你也有今天 你害了我爹 又害了我 放心 等你死了之后 我一定会像你对陈秋娘那样 多捎几本书给 当纸钱用 哼 没想到今天的使臣对我们这么优胜 哎呀 这么大的雪 来 劈上 你以为我是你啊 又怕冷又怕累了 走 跟我回后殿去 我还想找皇上再聊一聊 我看呐 您还是别去插一脚了 贵妃娘娘在寒光殿设了小宴 要给皇上打冬呢 哦 是吗 啊 要不然 咱们现在 到清净殿瞧一瞧 本王今天心情大好 我正想 踏雪寻梅 来 来 干 殿下 按理啊 这话不该我说 你想啊 贵妃娘娘毕竟做了那么多的狠事 陆姑娘她又不知道太后和您的关系 这两个人一头整她 一头护她 就算是条狗 也知道往不打她的那件作案 她向着太后那边 也是穷有可原的 你都可以明白的道理 我又怎么会不懂 我又怎么会不懂 只是我们两个人的性儿 都抬倦了 参见殿下 年龄 前面发生什么事了 雪太大 把前面倒上一棵松树给压折了 殿下 怎么还是走别的路吧 也好 那是什么人 是内侍局的一位大人 不知道怎么惹了贵妃娘娘生气 跪在这儿都快四个时辰了 四个时辰 她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 好像是司宝司的 司宝司 阿朕 阿朕 你醒醒阿朕 你醒醒 醒醒阿朕 阿朕 阿朕 这人都成冰棍了 我带她回秀文殿 你去请太医 是 你干嘛 是让你带她走的 参见殿管王殿下 这个人我带走了 不可呀 这是贵妃娘娘亲自下旨要整死的侵犯 殿下 滚 殿管王殿下 殿下 玉明 快去拿水 拿热水 阿万神汤 愈濃愈好 是 来了 来了 殿下 太医来了 太医 你过来看看 她被动了三四个时辰 怎么叫也叫不醒 病人含气入骨 呼吸全无之怕 别跟我说什么之怕 我不想听到其他任何话 好 我先给她试针吧 先去端外参汤 再煮一桶姜水过来 帮她慢慢擦着手脚 是 我马上准备 阿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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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是你救了我对不对 不行不行 你快送我回去 要是被消贵妃之老的话 她会对你 阿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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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帮她试针 今天这样开开心心的在一起过 以往都是 臣妾做的不对 那天 要不是我气昏了头 也不会 不过皇上你放心 这种糊涂事 我以后不会再做了 毕竟现在的身份不一样了 虽然不是皇后 好歹也是个贵妃呀 欢云 你怎么说这些话 等过几天 魔后她心情好了 朕就去跟她说说 马上 就给你皇后的身份 你真会说笑 明知道太后娘娘 一向对我有意见 她会同意吗 是朕让你受委屈了 我不委屈 我一点都不委屈 臣妾用不着 那个皇后的须名 只要皇上 你的心里 只有臣妾一人 那臣妾 也就心满意足了 欢云 以前的事 你是不是已经原谅我了 以前的事 臣妾早就忘了 我只记得 现在你是我的夫君 我爱你 敬你 舍不得你 所以我才会吃醋 我才会看不惯太后为了你 不断地照美女进国 我也害怕 你会喜欢上别的女人 欢云 我说过 我只喜欢你一个人 其他人都是魔后硬塞给我的 我根本不喜欢他们 但必须把他们留在宫里 这是为什么呢 宫里如果没有其他的嫔妃 朝臣们会不停地上书 说你失德 善度 我就是爱嫉妒 那又怎么样 正该法 正该法 满意了吧 皇上娘娘 常广王殿下在殿外求见 传 微臣参见皇上 贵妃娘娘 平身 阿湛 你这么晚过来 到底发生什么事 臣弟备业前来 只有一事想请教贵妃娘娘 今日司宝寺女官陆珍 被罚常贵于长廊外 是不是贵妃娘娘 吓得奉招 常贵 怎么回事 贵妃娘娘 是又怎么样 她犯了公规 王上一报上来 我便安慮处置了 请娘娘 撤销出发 你怎么能这么跟我说话 皇上 娘娘 高瞻今夜来此 只有一句话要说 我告诉你 她是我一生当初 最爱的女人 如果你们对她有什么不安 你们朝我来 我对她下毒手 阿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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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陆珍 陆珍才是她最爱的女人 那我是什么 长广王殿下 伤心过度 有所冒犯 还请皇上恕罪 陆珍现在情况如何 她在雪地里 跪了好几个时辰 长广王殿下 将她抱进秀文殿的时候 她全身已经冻僵了 太医师针数次 都没有什么效果 是 幻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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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你帮我好好在这里照顾她 记住 怎么伺候我的 就怎么伺候她 奴婢遵命 这段时间 她就住在这间房里 我会搬到偏店去 你找两个稳妥的人 要亲自在这里守着 记住 这件事情 千万要保密 就连外店的人都不能知道 如果她要是醒过来了 不要跟她说太多话 更不要让她知道我的身份 有什么事情 让原路来通知我 我会第一时间过来处理 是 你先下去吧 爹 娘 你们在哪儿 你们在哪儿 阿震 你放心 以后一切有我 我不会再让你受委屈了 大哥 我们看那边 那个小丫头 是不是就是梁国的公主啊 看她穿得那么好看 应该是吧 什么人敢偷看我们家公主 高爷 高湛 参见皇后营娘 你们两个搞什么名堂 你们俩过来 参见皇后娘娘 永世公主 大齐最不成器的 两个皇子就在这儿 刚才在屋檐上偷看你的 也是他们 还不过来 给永世公主道个歉 公主 公主 对不起 不敢当 长山王殿下 长广王殿下 你们多礼了 我看以后啊 也别公主啊 王爷的叫了 这个是阿爷 这个是阿湛 从今以后 也别公主啊 他们都会陪你一起玩的 真的 太好了 我叫肖焕云 肖焕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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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焕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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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们当信鸽呢 你把它放了吧 好吧 太好了 你看 饶在那儿 飞得多高兴啊 太好了 参见公主 参见长广王殿下 小鸟已经飞走了 不如 我们折张金指贺 把你们想说的话呀 都写在这纸贺上面 好啊 姑姑 你教我折吧 走 走 走啦 走喽 快点快点 来 焕云 燕儿 母后 你怎么不像你弟弟那样 多陪勇士公主玩一玩 焕云不喜欢我 欢云只喜欢她 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 永世公主 虽然是梁国送给咱们的人质 她可是梁武王唯一的女儿 你母后 时时刻刻被皇后押着 难道你想一辈子 被高瞻押着吗 她可是我弟弟啊 懒着跟你说话 去呀 快去呀 快 你们看啊 把它打开 然后对折 对 欢云 我来陪你玩 不用了 对了 二战的小名叫白斧儿 你叫什么呀 父皇从小就叫我朱雀儿 朱雀儿 这个是女孩子的名字吗 哦 我懂了 你呀肯定是从小身子不好 所以呢 你娘才把你当女孩子养 对不对 朱雀儿 朱雀儿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就是你的陆珍 我看她才是真正的祸害 把腰奶还给我 那时候送个高瞻子 实在配不上您的千金贵铁 她知我可以对天发誓 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 你干什么起来 我不仅配不上 而且我也不想和一个处心积虑 欺骗了我大半年的人在一起 杜真她到底何得何能 值得你为她如此小心翼翼 委屈求全